大家好 相信很多花友在养铜前草的过程中 可能都会遇到这种问题 那么这就是由于这段时间温度太高 然后没有及时的给它浇水 导致严重切水出现叶片发软的问题 这个时候大家千万不要急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急着给它浇水的话 就会伤到铜前草的根 因为铜前草在切水的状态下 它的根系是非常脆弱的 如果我们这样马上给它浇水的话 它就会快速的吸饱水分 那么就会破坏根系里面的一些细胞 就会让这个铜前草出现烂根 那就救不活了 我们正确的方法应该是 先把它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 等这个盆内的温度全部降下来之后 然后在表面这里再喷一些水物 给它通过叶片先吸收一些水分 让它精神起来了 我们再给它浇点水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挽救这棵铜前草 如果大家处理方法不对的话 很容易导致它浪根 那么就没法救了 那么平时我们养护铜前草的话 要适当的给它使用一些附和肥 也要兼职5-10天 在培养水里面撒上4-5粒左右 就可以满足铜前草生长所需要的养分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